大家好,今天猴哥跟大伙说说,吃什么药,有人问猴哥,猴哥是36年那年得的糖尿病吗? 我们家,也不知道家族是什么原因,我们家姊妹八个,但是我父母都没有糖尿病,我们有四个哥俩,哥仨有糖尿病,姐妹有一个得糖尿病,我们家是哥四个,姐四个,但是有四个得糖尿病了,有一个我三个已经不在了, 剩下我们这三个的糖尿病还都在,一共我们家哥们姐妹已经没了两个,还有六个在试着,所以说这个糖尿病吃什么药,你问猴哥,我吃药,我国内也是打胰岛素了,但到加拿大那猴哥就不再打胰岛素,就吃这种药,一个是二甲双瓜,在最近上江,猴哥说过一次,猴哥吃什么药,那个药很贵一点,就是一天早上吃一粒,晚上吃两粒二甲双瓜,就是这个,在我猴哥听到, 那我提个建议哈,你们大伙不知道,反正猴哥自个的经历啊,因为猴哥刚得病那一年,那个大量开发区,猴哥净吃海参,吃了有三四年吧,因为这个得糖尿病说吃海参好嘛,当时呢吃那海参,确实我觉得应该现在跟他有直接的关系,那个人呢,就是我家邻居姓张,叫张,叫张,叫了37号要去住, 他突然就是我们家买,上我们家,我们家煮好了,给我冻到冰箱里,肠子都打扫完了,完了我吃三个月的,买了好像是三四千块钱吧,那时候量了七十几年,我觉得吃那海参确实还是有好,对体质有好处的,但那时候海参没上药啊,真的没有上药,所以猴哥建议你买海参,找一个鼠尔, 现在好像卖海参都吃一些药,这个药对人,海参吃药长大,人呢,其实海参多少有点这个影响啊,反正猴哥说这时候自己的一建议,猴哥有些事好好猜呀,因为猴哥的英语不好嘛,你家猴哥是哪办事,你家猴哥英语不好,猴哥哪都走,哪都去,有时候上外国餐馆吃饭去了,猴哥说不明白英语,我就说,SIM,SIM,配个车,就是赵都向开说,OK了,就是老外也很明白,他就明白了,你 吃什么,吃完你给小费就行了,这个东西都很简单,所以有些人问,不会英语啊,上加拉有没有什么,你不用有这个方面的顾虑,中国人很多很多,当你有事的时候,问着中国人,都真的帮你忙啊,出国人这个觉悟啥真是搞了,很好很好,猴哥不是说,夸自己的国人怎么做,真是好,猴哥原来都没有中国,但一点点的猴哥也学会了,你不耐也不行,你自己就不好意思在干坏事了,因为人人都对你那么好,你怎么觉得去换笔呢? 所以说猴哥就是这么个说法,但是得糖尿病的人,不管你有什么病,你记住,心情好,一定得心情好,猴哥就在这方面的感觉,因为我这个猴哥,大伙子这样在这网面,都是给猴哥说,猴哥就是爱干活,好脾气,猴哥确实脾气不好,好生气,这是猴哥的最大缺点,猴哥还有一个就是干活不歇气,这是猴哥给很多人干活,产生很多麻烦,你们都不知道,所以说这个视频呢,说话时间短, 等以后你们来到多伦多展开,坐后就说话的时候,喝咖啡的时候,猴哥这样的,烙一下午,猴哥好喝酒,因为糖尿病这些东西的喝酒,是医生绝对不建议的 宅态